来 这个是我上次星期 上星期 星期天吗 对 星期天我的线下共识会 在现场即时创作出来的作品 这个是因为它是一个 我给它取了一个比较失忆的名字 叫做花影古书 透视技法的一个创作 大家可以看到 隐约有一些树叶的影子 我自己也超级喜欢的 因为它呈现出一种 比较特别的气质 这个是一张花影幅书的 透视缠绕技法 那另外的话就是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张 这一张是我的 Double Eight 双线八字节 因为这个画法呢 我觉得稍微简单一些 然后它有运用了一些 我们很基础的缠绕化的技巧 那另外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两个月 我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在录制 也蒙制的课程 几乎 现在已经到了 差不多最后了 已经录了第15课 还有一个第16课要录 那这个是我手写的 大吉大利 好 那这个我陆陆续续 有在整理一些图样 那这个是三张官方的图样 这一些小卡 这个就是我利用碎片时间 整理出来的 好 那另外我正在录制 一个会员的缠绕基本功 那是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就是阴影的处理方法 那它会有这种 很明显的立体感 这样子 那这个是演示的创作 OK 那这个就是我跟大家报告的 最近十天以来 我的一些工作进度 其实还有啦 就是有一些ATC卡 那那个就蛮多的 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好 阴阳于这个构图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一个 这一个 那我们今天再来练习一次 那我这一个就是 比较小的小圆砖 因为今天不是很舒服 我想说用小一点的纸砖 会进度快一点 小纸砖 它的直径就是89 跟我们的方砖尺寸是一样的 是这一个尺寸 所以也就是等于说 我画了一个方砖的概念 好吗 好 这个直径是8.9公分 也就是3.5英寸 好 89 OK 那我们就沿着边边 你如果手边有圆砖 就请拿圆砖 那徒手画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又用方砖 然后找个圆规 里面画一个圆 就跟我这个大小一样 好 把这个圆画好了以后 我们在中间 先画上一条直线 目测就可以了 没关系 然后画一个十字 这个目的是 我要把这个中间这一点找出来 好 然后呢 我们要以这一个 目测 一半 我们要以这个作为 圆心 我要画一个圆 这样子 半圆 你如果很特别记忆 你用圆规也没关系 好 我是觉得用徒手就可以 好 这边也是一样 这一段 的中间 拉出来 测一下它大概的位置 我这样子看就大概 刚好就是这个笔尖的这个长度 差不多 到这里 这样连起来就可以 好 然后中间就画一个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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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哈 我这个这样子徒手画 其实我就是把上下左右的位置稍微定下来以后 我等于就只是画四分之一的圆谷而已 它就不会那么困难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 比较大的作品 我们把它拆开成小的东西来画 其实就简单 这个也就是缠绕画 为什么我们是学图样 我们把每一个图样画好的之后 你把它组合起来 作品都会非常美 对吗 好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阴阳的图案先画好了 那你自己可以慢慢再去修整 修到你自己喜欢的程度 OK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AutoRaffle这一个APP 如果不知道的同学哈 那你们可以去下载一下 这个在IOS上面才有 Android现在不知道 那这个是美国的 那这个是美国的Annie O'Kahn老师 她所提供的一个APP 它是免费的 她承诺是永久免费 目前有两三百三四百个图样在里面了吧 那我经常是用它来抽图样 那我现在用的是Freedom的模式 我们来抽抽看有什么图样 我还是一样全部抽出来 那这个模式它抽出来的不一定是图样 有的时候是暗线 有的时候是绘画的技巧这样子 好哦 有点意思 这个是暗线 这个是Betweed的 这个是官方图样 那这个Round Squares它是一个图样 这个是Greed Tangles 它算是一个怎么讲 构图的方法 好 这一个是一个图样 这个是Aura Over Under 这一个是会画图的一个方法 它有一点点像 我们的图样叫做Aruka 那样子的画法 它画成这样子还蛮有意思的 那这个是Settling 这一个图样跟我结构的一个图样 叫做Hula Hoop 有点像 这个叫做青桃 有一点意思 所以主要是一二三四五 五个图样 其他就是画法 给大家看一下我 这个叫Hula Hoop Hula圈 是这样子 大大的 那因为里面有比较多的空隙 所以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 可以画一些图样做装饰 那这个图样的话 它就只是一圈一圈的 放大给大家看 它就是像春天图样 它绕在一起 然后长出东西来 这个也有一点像植物图样 其实我不是很介意 是不是官方图样 因为世界上的图样那么多 有时候官方图样也很丑 画起来很难看 老实说啦 就是以我的生命 我想说 这种图样 真的要画吗 那种感觉 好 来先来 Trust 这一个是官方图样吗 可能是 对 没错 好 大家就是先 在 练习纸上面 先练练手 然后再画到纸砖上面 就不会那么的害怕 因为我很不建议 你用铅笔打 仔细的草稿 那样就失去 缠绕的意义了 我们在 纸砖上面 我们就只画 简单的暗线 然后里面的图样呢 就 随我们当天 当下的那种情绪 还有我们的手的 各种状态 我们自然的 画下去就好了 OK 好 这个图样先画 锯齿线 要画几格 就按照你 画面 可以容许的范围 然后我们就顺着 它画广缓线 下一个动作 就在我们这个 三角的地方画 一个V 你可以旋转纸砖 也是画V 然后把它们涂满 下一个步骤是 在这个 红色的这个部分 我们画光环线 各画两条 你可以旋转纸砖 旋转纸砖 旋转纸砖很重要哦 它让你的手 能够维持 同样的笔顺 不用换来换去的 那我在直播 或者录影的时候 有时候没有转纸砖是 为了尽量让我的纸 能够在镜头的中间哦 所以 有时候就不会 不会一直转 可是事实上 在创作的时候 你记得转纸 对于你的创作 有很大的帮助 嗯 好 我们这个蓝色的线条 画完之后 再来呢 是外光环线 哦 就是把所有的 这里哦 所有的整体 把它当作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在它的外面 做一个外光环线 嗯 OK 这个就是这一个 图样的基本结构 那它可以做什么样变化 我们可以把这种 有角度的线条 我们可以画成曲线 对吗 我们是不是可以画成曲线 然后把它改成圆弧 它就会像星月一样 把它涂起来 涂起来 我现在很草率的话 然后再来双线 是不是变成星月了 然后再来是光环线 所以这个是折线板 这个是曲线板 嗯 这个图样叫做什么 C H A R K Z 你看哦 它这个开始 它是从一个方形的四角里面 往里头去画 然后呢 你看它一个一个画出来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重叠的部分 然后再去画旁边的 其实它这种结构 跟 跟 跟 那个上一次的那个Sentangle Day International Sentangle Day 发布的那个图样叫做 IDOZ 它的结构是一样的 你看如果说 我们同样的概念去看 从这边 我这边画第一个水滴形 然后再这样子顺着画 其实它到后来就是同样的概念 其实就是 图 图样就是万变不离其中 它也就是那些模式在那边变来变去 就是形状不一样 好 好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因为它这边有特别讲到 它是从四边这样子出来的 那我们就这样子四边画一下好了 先把四边 不必画得很直那样子 会很僵硬 然后就沿着它 就可以画个几个圆圈 那这个的特色就是 它的线条是比较靠近的 碰到的时候就跳过去 从后面画 好 接下来 它就是继续往外扩张 那就是从 这个 四个顶点这边 往外面去长 那这边我们如果碰到边边 那可能就变得比较小一点 对吧 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 应该是一开始的时候要画长一点到中间一点 这样比较会拼在一起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阴影 大家稍微转 大家稍微练习一下 其实画这种螺旋 就是圆形 这种光环线 其实还蛮疗愈的 我觉得 这个 这个我记得是安妮欧肯老师的图样 是不是 对 没错 是安妮老师 好 这个图样还蛮有趣的 它有点像 张开的扇形 好 它就是一开始先画一个稍微开一点点的 有弧度的V 然后它先是先往上 先往上去夹 然后我们先画出一个宽度 然后连下来 它是连到底下这个中间的 它这个图样发表的时候 我有练习过 可是 我好像没有把它画到作品里面 它就是一直这样子的重复 重复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然后到最后把它连起来 它要往下面扩展 往下 然后这边就拉出来以后呢 要往这样子拉一条出来 左右其实是对称的 当然你可以画成不对称 看你自己喜欢 好 就这一个凸出来之后 接下来的就要往内缩了 就是有一个会凸出去 其他的都是缩下来的 好 这边就往内缩了 这个图样叫 U U I N T A U OK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Annie老师她的范例 你看她画得很灵活 对不对 她画得很活 来我把它转过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她基本上 她的一开始 她的V 她的V型 她是画这样子的 V型 然后画画画 她就是这样子 往这边方向去发展 然后往这边方向去发展 这个叫做 SEDG L I NG 好 我这种像这种名字根本就很难记 对不对 所以除非你自己本来有做记录 有写下来 不然怎么可能会记得 太困难了 所以有一些人会私信我说 老师你画那个图样叫什么名字 我通常都是不知道 很抱歉 好 我们今天一样 画这种阴阳于构造 其实只要画一半就 对不起 只要画一半就好了 所以应该会画得很快 那因为我用的是小圆砖 那你们用的 如果是大圆砖 标准圆砖的话 你们就图样可以画大一点 好吗 我一开始打算用这个图样 因为它这个是尖尖的开始 我就可以从这里开始 不过因为它一开始并不多 所以我会写这样子 我会先这样子 大概这个位置 先来画一个 然后再演出去 所以大概 等于说这个图样就要占掉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 的一半 好来试试看 先沿着它 我就画出去了 自由发挥 好来 因为我们这个面积很小 很快就连在一起了 然后我要这样子 很快就到边边边了 对吗 让它秃出去一点 没关系 好我做一点加粗跟圆花 然后是第二个这一个图样 我打算 是这样子 这边会一个 然后这边找过来 这边找过来 大概吧 先来这样 因为你看 就是这一个线条刚好 还蛮符合 这样子的延伸 对吗 都是这种方方头的 我先把这一个 第一个画起来 选择 陡筑 鹰 厚 髻型上的角落 邊邊做 夾厨跟圓化 這一個長得比較大 原則上就是碰到我們一開始的鉛筆的邊邊 那我們就停下來 有這個空的地方就畫一個大圓珠子 把它補起來 這邊再來一個 對 我觉得今天这样子 目前这两个图样 这样子画上来 有一种蓬勃生长的感觉 还蛮好的 有点喜欢 来这边再来画一个柱子 你们可以随意 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方式 去为这个图样做排列 来我这边再补一个 感觉要再上来一点点 这样就touch到这一个圆了 对不对 好我直接先把这个圆先画出来 剩下我们是这一个图样 touch touch 那我们要 来我看看 我们就已经绕着 我不是很确定 我先用铅笔来 一二三 它到时候会有那种太阳光芒的感觉 是不是 四五六七 这边比较不好看 这样子 比较希望它 像太阳 开始了 一开始是双线的光环线 一开始是双线的光环线 好 再来就是在这种地方画V 对不对 涂黑 对不对 这个问题是双线的光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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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是什么 然后是两条关环线 最后再一条关环线对吧 好最后这个关环线因为会出去太多 我就不出去了 就维持在这一个范围里面 稍微有一点出去没关系 可是再出去我就觉得太多了 所以我这边就只画到这里 然后里面的 有点意思对吧 好那我这边我就顺着这个铅笔的线条 然后把它连在一起了 就是有点漂亮好特别哦 好那因为这边有一块会很奇怪所以我 当你觉得奇怪的时候呢 画珠子通常不会错 又很简单又很出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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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哦 那我这边就用橡皮擦 把这个铅笔的痕迹要擦掉一下 我要画一个比较偏红的橘红 橘红的宝石 我在画宝石的时候呢 我用的这个是 虎师马的 虎师马的 我这个是48色 48色的 油性彩色权柄 如果你们有想要添购的话 这一个盒子 这个人物封面的这个铁盒已经没有了 它改版了啦 它等于就是说换成 好像是蝴蝶 蝴蝶造型的 这一个 我会选择同样色系的 一个最浅的 然后一个中间色 中间色 这一个 先橘一点 橘色 偏红一点 大红 OK 我先选三个颜色 然后来 进行宝石的创作 那一开始先用最浅的颜色 我就很简单的先把它涂满 然后换中间的颜色 也就是橘色的 然后我的涂色范围 大概就是这样子 月牙形的这一部分 那要带过来一些 然后这个是红色的 一样是 我的着色范围大概是这边 一样是月牙形的 我们在画宝石的时候 蛮重要一点就是 我们要让它颜色渐变 就很自然的过渡 所以就是这三个颜色 慢慢去把它调和在一起 那为什么会很推荐 PRISMA这一组 柔性的彩色铅笔呢 是因为它里面含蜡的成分 感觉上是比较多的 它就那种油油的感觉 是很好推的 我觉得它对初学者也很友善 大家可以看到 我差不多有一些地方 我都是用画圆的方式 去把它匀开 就是三支笔换来换去 当然你也可以用调和笔 调和笔的 作用就是让这个颜色融合 很自然 那我今天先不用 然后再来 你可以选择很深的棕色 或者是直接用黑色 我们要让它有一个最暗的地方 那我这边拿了一个 是很深的棕色 那我要在边边的地方 让它加暗 你用黑色的也可以哦 你看我所有的颜色加上去 我都是月牙的形状 然后慢慢慢慢再把它晕开 再用同样的这些颜色 慢慢的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宝石还蛮磨耐心的 那因为我已经是熟练工了 我好喜欢画宝石 尤其是这种彩色的柱子 我经常画 所以我的动作会稍微比较快一点 那根据我实际教学的经验 很多同学可能保时画的 没有那么立体感的话 它就是为什么 就是那个不够用力 不妨大胆一点 用力一点 让你的拆迁能够 发挥它的作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最後 一定会用到的是白色 白色 那白色原则上 就是在这个颜色最亮的地方 稍微轻轻的 先打圆 然后我的习惯是会 画出像右刮糊 刚刚我们的 月牙形都是左刮糊 现在我要换成另外一个 方向右刮糊 你如果没有调和笔的话 白色彩线也可以当作是调和笔来用 我们在画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屑屑 最好就是有一个小刷子能够来刷 不然你有时候手下去 你会弄得到处都是 Uniball的太字 接下来我要用的是 斯德楼的12色的 有Tinted Watercolor Pencil 水性彩色铅笔 那我今天颜色不想用的太重 所以我用了 自来水笔来 我要沾着画 你可以用你手上有的工具来创作 那我今天 现在要用的是绿色系的 因为我觉得 这个东西它 应该是绿的 好 我直接 这个是一个深绿一个浅绿 我就简单的 水好多 拿一张纸 就简单的上一点色就好了 好 它需要一点点时间干哦 我们底下这一部分 用一点蓝绿色吧 我超喜欢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一样哦 只是轻轻稍微戴上去就好了 我们等一下还要上阴影 所以不用担心 很简单的左色 那底下这边用蓝色 稍微给它颜色做一点变化 你看是不是好快 动作超快的 在等待这个干燥的时候呢 我们来画旁边这边 有一些大的圆珠子 我们就来画 比较细致一点的 我们需要的是白碳笔 大颗的 先把它涂上 大颗的没几颗对吧 看看这一个 这个也可以 我们拿棉花棒 稍微推一推 然后 铅笔 中间给它画一个眼睛 这时候可以稍微用力一点 我希望它能够黑一点 这个 只擦笔 稍微涂一下 简单的涂一涂 然后就 白色的水样笔 这个笔呢 在用之前 一定要先在纸上面 先让它出水顺的 再来画 点两点 然后呢 用我们这个 樱花的 Metalic Gold 金属金色 我们在最开始的 这个图样最开始的那个 中间那一道 我们把它画上金色 好 我们现在用铅笔 我们要画阴影 在外面这里 答应你 答应你 只擦笔推一推 我的目的是希望宝石旁边这一个 比外面这个高出来的感觉 然后宝石旁边 顺着宝石这个圆弧 再加上银笔 我现在拿的是金色的蝴蝶笔哈 我们旁边还有很多小小的小圆珠子 对不对 因为它的那个面积很小 我们直接就用蝴蝶笔去 把它填满就可以了 它就会很凉 再来一些阴影的部分 这边应该已经干了 可以画了 好 有这个重叠的地方 我稍微加一点点阴影 白碳笔 来 我们增加它的亮度 可以稍微用力一点 它画的就是这样子 有一点点扇形的感觉 三角形 一样用棉花棒来擦一擦 好 最后这部分 在中间这里直接上阴影 中间 然后再往上拉 往上推 让它有一点明暗变化就可以了 那底下这一部分呢 我用白碳笔 因为底下这边已经很小了 我就不去管它了 那这边加一点 我就加在这个角角的边上 棉花棒擦一擦 这些杆子 我直接用白笔 是不是有很亮的感觉 OK 然后呢 这边 等于算是我们要来做一点装饰 OK 就画点点 由大到小 不一定要几颗啦 你自己感觉OK就可以了 底下这个也可以喔 底下这个也可以喔 然后呢 然后呢 用橡皮擦 要把这个铅笔的痕迹 擦到你自己看得见就可以了喔 好 我用白笔喔 我先把这个画出来 等于就是我们在刚刚的铅笔线的基础上面 我用白笔把它表现出来 慢慢画喔 其实这种白色水样笔喔 你对它越温柔 它出水越顺 asks 我们上次画的是又白碳笔喔 在这边直接绕一圈吧 那这边是空者 这边画宝石 那这边现在宝石画在这里的 这边你可以选择再画另外一颗宝石 或者是 另外的方式就是 我想看 就是你全部把它填白 可以直接用这个白碳笔 或者是你如果有大一点的笔 我这边有一个是Uni的Postcard 这种笔也很好用 我这一支是比较粗的 有这个型号是PC3M 它是笔幅是比较粗的 0.9到1.3 你看一出水就一堆 每次都漏一堆出来 我直接把它填白 你如果有其他的白色颜料也可以用 不一定用这个 我只是目前想到我有这一支 那我这边顺着它的边边 我要夹一层薄薄的阴影就可以 小小的 不用太粗 抵红 months ago 是 因为棉花棒会把铅笔的痕迹 就是再插条一点 它那个影子就不会那么肿 那个灰色的部分 就淡一点 因为我希望它只是淡淡的而已 好 差不多咯 很简单的一个创作 我们这一张 太极鸯鱼的构图 这样子简单的画下来 其实不花太多的功夫 也没有很复杂的技巧 可是就是画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还蛮美的 我自己也挺喜欢 来再仔细看看 你看我们的图样也不难 对不对 就很简单对吧 这种这里真的是有那种太阳的感觉 谢谢迷你姐 谢谢你的超级留言 我们看一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说 有哪里还可以再加一点 来我这边要加一下 这个尖尖的地方 我希望它有点白 今天有两位超级留言给我 也好棒哦 真开心 再擦一下 比较满意了 好 那这样子就要来签名了 好 通常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啊 如果说有加上白碳笔哦 就会把我们一些黑色的线条 可能会有一些遮到 那就可以稍微再修一下 会让你的作品更精致 OK 那下一个月 八月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会有公式会 原则上啦 我还是一样会维持 五号 十五号 二十五号 我晚上九点半都会直播 如果你有空都欢迎 你们来跟我一起画画 那至于要画什么主题 我还不知道 到时候再说 那另外还要非常非常 谢谢大家的是 在昨天晚上 我的脸书的社团 那个缠绕魔法村 已经满五千个团员了 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还没有进去的话 你就搜索 搜索什么 缠绕魔法村 缠绕魔法村 或者是 Sam Magic Sam Z-E-N M-A-G-I-C 欢迎你加入我的脸书社团 那再一个就是 我会录制新的会员课 大家如果有空 有兴趣的话 想多多练习 一些缠绕课程的话 我的YouTube会员 都是有仔细讲解的课程 那也可以反复的观看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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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